这个老哥身体就像是个无底洞一样 因为他每天可以吃掉90张鱼饼 一顿就能吃掉整整一大盆 24小时不间断 除了吃还是吃 可以说不是在吃鱼饼 就是在吃鱼饼的路上 他每天都要带回家一大袋鱼饼 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堆满了鱼饼 老哥却笑着说 这些只够他吃一天的量 家里却什么都可以 但绝对不能没有鱼饼 紧接着老哥来到厨房 来了个鱼饼现卷鱼饼 吃的简直是嘎嘎香 老哥说他从来不吃饭 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不停地吃鱼饼 老婆担心他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身体迟早会出问题 赶忙上去阻拦 老哥见状赶紧把手上的鱼饼塞进嘴里 然后撒腿就跑 老婆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每次去市场买菜时 老哥就会找各种理由走开 见老婆没有跟来 他赶紧跑进了一家鱼饼店 周围的客人看见他这个吃相 全部惊呆了 心想这是得饿了多久啊 两分钟时间 老哥足足吃下去了25串 可就在他疯狂吸入时 刚好被找来的老婆抓了个现行 老哥反应还真快 转身从后门就跑了出去 那老哥为啥偏偏对鱼饼这么情有独钟呢 原来是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殊 需要经常出差去外地 为了给家里省点钱 每次都会买大量鱼饼在路上吃 慢慢地竟然吃上瘾了 可每天只吃一样食物 身体真的健康吗 于是节目组带老哥去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老哥都震惊了 因为他除了高血压和高血之外 竟然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这一切都是他长期吃鱼饼所致 所以医生建议他减少对鱼饼的摄入量 听到这里老哥沉默了 他说鱼饼就等于快乐 让他完全不吃肯定做不到 不过会适当地控制一下 对此妻子也表示很无奈